音樂 這次教會給我們很大的談心來 run 幸福小組 沒有固定的信息內容 也沒有固定要求我們用什麼活動方式來 run 幸福 讓我們自由選擇 經過和我們就是幸福的leader 討論後 我們決定用造型氣球運和花衣的方式的主題 SIMBEST 來參加幸福小組 在詢問氣球和花衣老師的過程中很順利 他們都答應義務來教學 我們只要負擔材料的費用 這對於我們幸福基金不多的情況下 我們會感到特別的開心 在 run 幸福小組的時候 比較擔心的是沒有 BEST 讓我們的氣球老師固定來教氣球 我們每一週就固定有一位 BEST 了 這次以造型氣球與花衣結合的幸福小組中 讓看到聖靈親自動工 讓很多位大朋友小朋友喜樂參加 願意打開心門和我們有美好的分享 也看到小組弟兄姐妹們心柔軟 願意被調整被改變 透過足智稿和啟示祝福 並上場實際的操練 可以祝福所有的BEST 讓他們的弟兄姐妹的屬靈生命得以成長 我們也經歷BEST自動送上門的神機 享受傳福音的樂趣 感謝主的幫助與帶領 因著幸福小組 使所有的弟兄姐妹和BEST 感受到幸福的氛圍中外 也讓所有的弟兄姐妹 在參與幸福的花育與造型氣球的過程中 接受新的挑戰 並於突破 建立信心 讓自己更加的進步 在區目的鼓勵之下 我們周六小組決定承擔主對我們的呼召 就是召開幸福小組 主委呼召我太太擔任LEADER 也使用我讓我擔任童工 在許多次的籌備會議當中 我感覺到弟兄的投入令我非常的感動 很多姐妹能做的 我們弟兄也都能夠做 比如說包裝禮物啦 採購食物啦 製作海報啦 或是場地的整理安排等等 我們弟兄做的也是都非常的完美 對我們弟兄我是非常的感謝 有一天 和區目在做線上禱告的時候 一個名字突然閃入我的腦海當中 那就是我認識44年的大學同學 一開始不太敢邀約我的同學 那其實是他們的名字不斷地 在我腦海當中的出現 那麼我跟我太太討論之後 我把名單交給我們同工一起來祷告 最後呢還是鼓起勇氣 那麼用耐來邀請他們參加 沒想到感謝主他們竟然一口就答應了 這時候我女兒也傳來好消息 她邀請了她國中同學的媽媽 來參加我們的幸福小組 全小組士氣高啊 三次的幸福小組 BEST跟同工擠爆了區目的家 但是我一時暗中的在觀察 我同學他們的反應 第一次活動結束以後 晚上10點鐘 他們用耐傳來一個訊息 感謝今日的安排及招待 活動非常溫馨且好玩 期待下週再去 哇這對我們真是一個很大的鼓勵 第二次活動的時候 他們竟然帶來一個小蛋糕 來分享給大家 令我內心滿滿的甜意 第三次他們又帶來了 自己縫製的布口罩 分給同工跟BEST 讓我們小組之內 滿滿都是主的恩典跟喜悅 感謝主一切榮耀歸給上帝 自然可離開 對於旅遊耀歸給上帝 對於旅遊耀歸給在寂寶 由旅遊耀歸給上帝 對於旅遊耀歸給上帝 启船就在寶寶